Hello大家好我是安娜一欢迎回来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一直很想跟你们分享的主题 就是关于床品特别是在北美美国买床品 我的一些个人经验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刚来美国生活的时候 总习惯是从国内带一些床品过来 国内的床品的质量啊款式都更符合我们的习惯审美 然后性价比也高 但后来主要是带起来也比较麻烦 另外国内的床品我带过几套 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床一般默认是1米8款的 但是美国这边默认都是2米宽的 所以国内的床品即使是大床size 它两边那个被子垂下来那个不够对于美国 所以就是铺起来就不那么好看 就短一块 所以后来我慢慢的就是在美国这边也开始买很多牌子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购买下来的经验 这个血泪教训 当然有很多我推荐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分品牌 那我就先介绍一个算是这边 我觉得价位稍微高一点 比较高端的就是RH的restauration Hardware 我是因为之前在西雅图家里 就是买的他们的那个家具的时候 就办了会员 所以你在他网站包括床品装饰品都是可以打折 所以就算下来价格就觉得还好了 所以我买了真的是很多套他们家的床品 还有包括小孩子的 这个袋子我有的还都留着 就是他们家都是定义这种比较luxury 比较高端一点的 就是我现在没有铺下来把它换下来 就是这种应该算是他们家那个基础经典款 就是不要买他们家那个很花哨的那一些 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什么棉 不是很厚 但是它非常的滑 就是你摸起来是有一点像针丝的那种滑顺度 虽然很薄 但是很耐用 我用了大概有五年了 就是洗起来 现在依然还是白白的 就是没有旧了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那个料子非常的贴富 包括整套就是直接睡怎么换怎么洗 也都还保持就是比较新的一种状态 这个就是非常推荐 就是我每天每天换洗换洗的这一套 刚才那套算是basic款 然后接下来我就又上他们网站就开始探索了 我在想买一些别的花式 我这都收下来了 就是在这儿的 无论是枕套被套的都有这种同材质的套子的包装 给你寄过来 包括我还买了 就是Italian fine wool羊毛的这种 它也是带一个枕套 然后套在枕头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确实非常有质感 这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羊毛的有个问题 就是洗起来 就需要用羊毛羊绒衫的那种方式去洗 海雷的就是后来买的 比如说这一套我就彻底踩雷了 因为我现在手里颠着这个分量 这只是一个被套的分量 它非常重 比如说你晚上一拉被子就容易被罩 和里面的被子脱离了之后 你就揪上了一层被罩 所以这套比起basic款 虽然价格更贵 但是我基本就是闲置了 这个钱就浪费了 就说到那个小朋友的吧 因为后来我在RE市上买过大概4套5套小朋友的 然后我总体不是很推荐RE市的kids 依然是正在设计 就你看它那官网的图片真的太美了 特别和他们的家具配起来 但说实话它这个棉呢 就小朋友他也希望有那种造型感 有structure 所以它的棉就没有那么柔软 那孩子的床品 妈妈摸起来是那种粗硬款的 虽然是纯棉 但是我也觉得不是特别亲肤 所以虽然我现在还在用 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没有很推荐 小朋友的款 你们看这个 这个就有点像那种 还是坐帐篷的那种面料的 这也是RE市的kids 超级厚 超级重 然后很粗的那种粗布 它的走线都是很厚重的 就确实非常有质感 但是呢就是买了之后 基本就闲置了 因为实在是太不亲肤了 这个东西感觉就是 铺在床上好看的那种 最后一类我在RE市买的 就是这种背心 就是背子了 comforter 也有大概不下4-5条背子 总体我也没有很推荐 原因是什么 我买过羽绒的和非羽绒的 那羽绒的有一条 小朋友记得非常亲口 买一个月 然后他们在床上跳 然后那羽绒胆就破了 所以满屋非那个羽毛 那质量不是特别好 然后非羽绒的也有一个问题 小朋友用一用 它那里面的就是那种 天充的化线那种太空棉 不所谓 它就团成一个球 一个球 一个球了 这个质量简直堪忧 而且他们家背子也不便宜 都是几百美金的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不推荐 像包括我在RIE市场 还买这种装饰性的 沙发上的那个毯子 它虽然就是挺好看的 但是时间久了 旧了 大家看这个毛 特别已经洗过之后 它这个毛就没有刚开始 那么顺滑了 其实它也不是纯羊毛 也是那种仿的就是fall fur 因为后来像羽绒背太空棉 就经常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从国内运蚕丝背 5年多以前我就背过来一条 很厚很厚 我忘了是几磅的 但是花了挺多钱 好几千块人民币的那种 桑蚕丝的背 特别厚实 美国这边就是冬天 我都是用这个蚕丝背拨动 很保暖很透气 所以我觉得蚕丝背 还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背心的这种选择 从国内背嘛 这三四年也不太可能了 而且很重 而且现在美国也有卖很多 就是蚕丝类的床品 还有蚕丝背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蚕丝背 其实完全可以在这边买 不要像我一样在背了 因为真的是很不方便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牌子吧 也是我最近接触到的 是这个叫Lily Silk这个牌子 我手中拿的这是一条保管的蚕丝背 大概春秋夏天都是可以用它 然后他们家也有这种后款的 然后在这个盒子里 就是会重一点 因为蚕丝背也分几磅几磅的 那这种就是过冬没有问题 天然蚕丝很大的好处就是自动调节这个温度 就当你特别热的时候 它透气性又好 但冷的时候 它又会帮助你保温 又不会无汗 而且蚕丝背比起那些太空棉 就是它更贴身 就你睡觉的时候有的太空棉 那种被子它就 它就鼓在那 它自己有一个它自己的想法和形状 它不是很贴合你的身体 然后羽绒的话又容易钻毛 或有小屑屑 我都不太喜欢 所以最好的背芯材质 我还是喜欢这个桑蚕丝的蚕丝背 那Lily Silk这个牌子 在北美大家又可以买到很多 它们的蚕丝背也好 还有真丝的枕套 背套 床立等等 这样和一些纯棉的 像我今天分享其他一些单品搭起来 一点都不违和 还增添了一些奢华那种感觉 因为它就是丝缎的那种光泽 然后Lily Silk这个品质也是比较好的 包括从拿到手 它的包装 它的走线 我相信很多就是北美的博主 也跟大家分享和推荐过 包括我今天这个上衣 都是他们家的产品 那价格我也觉得 比国内的桑蚕丝的产品 它有保证质量同时也不是很贵 所以也不用你去自己背过来 或者海运等等 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在北美买蚕丝的一个好选择 像他们家这个真丝的枕套 我现在用上了 也是你会感觉到很有厚实度的 然后很有光泽感的 而且我喜欢他们这个简约的感觉 就是简约的走线 包括这个边 都是和我像以前的RH那种风格 就现代简约感都很能搭配 然后这个桑蚕丝的枕头 我们家小朋友真是太惊了 我第一天套上 他们当天晚上就把我这两个 真丝枕套的枕头抱走了 抱到自己床上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亲肤 很滑顺 因为桑蚕丝比起唇棉 除了丝滑 它没有像唇棉那么容易吸水 所以像你脸上身体这种水分 它没有那么容易给你去吸干 不会让你觉得皮肤很干燥 那大家知道桑蚕丝对头发也是很好的 它不太起静电 像一些唇棉的 就大家有没有晚上睡 第二天早上起 脸上就会有那种印子 就是你使劲地把脸上怼到 那个唇棉的枕套上 但是桑蚕丝就不会有 皮肤头发都会更好 所以我现在呢 基本就是用桑蚕丝的枕套 包括床立床单这种 之前我都不知道 也是接入他们家 看到说明书才知道 他们这个桑蚕丝背是可以洗的 特别就是薄款的 就大家丢到洗衣机里 我一般就是用那个最轻柔的洗羊绒 那个冷水档 加一些温和的洗涤剂 是可以清洗的 所以这点也比较卫生 还有就是他们这个334V 是有这个袋子的 而且好几个 就是每个脚上一个 然后每个边中间还有一个 就很好的固定在自己的被套里面 他们的被子啊 都会附送一个防尘收纳袋 所以像换季的时候 不用的话 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 就收纳在里面 我是又选了一套 这种深灰色的 我觉得和刚才那种 之前我用的ivory的颜色 搭起来也是非常现代简约 但是你用之前可以稍微晕一下 这在盒子里 让大家看这个光泽还是特别特别美 质感非常棒 下一个我买的最多 就是前新天买的最多的牌子呢 就是Portree Barn家的 总体先概括一下 我对他们家印象 我觉得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价位我也觉得适中 没有太overpriced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他们家产品 然后我之前就看我西雅图Vlog小伙伴 不知道你还没记不记得 就是当时有很多人问 就我床上有这个玫瑰花这样的一个quilt 这样黑白灰这样的配色 黄粒这个叫fitted sheet 包括就是我后来又给他配了这种灰色的像cushion的cover 就这一套吧和有个设计师合作系列 其实它是Portree Barn Team 就是给那个青少年的那种 因为它就是还挺活泼的 这个设计师合作的系列 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了 我找一下吧 如果有放链接 后来又买了一些像给小朋友的这个星战系列 然后包括玉金玉帘 就所有我拿到手的 我就觉得质感对得起价格 也至少有五年六年下来了 虽然是有些许的就是感觉这个黑没有刚开始买那么黑白分明 因为我每次都是加一点那个漂白的去洗床品 就没有那么黑白分明 但总体来说没有太多掉色的情况 就它质量还是非常经得住考验 包括这个被子 后来又买了这个Portree Barn Kids 就是这样的一个quilt 我觉得女孩子那个床上 你在外面搭上不就挺好的吗 用了没两天洗了几次吧 你看上面就出洞了 就你会感觉到这个面料比起以前的 我买的这个TIN系列的这个面料 包括手感呀 各方面都是要 怎么说cheap一点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Portree Barn家 我就比较推荐 我买到的TIN系列的成人系列 包括窗帘我以前买过都很不错 但是Kids呢 就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 就是看它哪一批次或哪个系列了 但总体还是比较推荐的一个牌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设计也非常的美式经典的风格 下面一个呢 好像适合Portree Barn是不是一个集团呢 就是WSM的这个牌子 我在他们家买的单品没有特别多 但是也有那么几件吧 比如说最早的买了个被套 大家看皱皱巴巴它故意做成这样的 就是把它展开的时候 它有点像就是抓的一揪一揪的 就是美国很流行那种款式 然后我感觉就是整体来讲 WSM不如Portree Barn那么就用料那么扎实 但是它好像价格是不是特别在打折的时候也要便宜一些 我觉得其实蛮适合比较年轻的那个家庭 就是小两口 然后喜欢一些就是清明质感的家居产品的去挑一挑 然后他们家打折的时候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比如说这一款这个应该是天丝那种面料 就是比较环保的 又像丝又像棉的 然后打折我记得我买的时候特别便宜 就两对这个cushion的cover 就方形这个大cover 靠垫cover 加上一个Ting size的这个被套 是这样的 那就是WSM家这个Tencil吧 叫天丝的这个面料 它新的时候是不错的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你洗了很多水之后 慢慢的就是开始会变旧 就它不是很long lasting的那种感觉 虽然它价格会有些优势 就看大家取舍吧 如果你是想经常换 常换床新 经常买一些 那也可以挑一些他们家的 就是会物美价廉一点 我蛮爱在bloomingdale上面买床品浴巾啊 家居用品的 也是发掘了最近一个牌子非常非常喜欢 我会放一些品牌名 因为好像蛮复杂 是一个法文名还怎么样 然后图案呢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这种 就大家看我买床品都是喜欢这种浅浅淡淡的 因为我家那个床的Coffee是灰色的 所以我就希望床品能够稍微浅一点颜色 然后不要那么明显的花纹吧 是柔和淡雅干净的 对然后仔细看就有点像那个水墨画素描的这种花纹 下面有鸟啊像玉兰花就是比较 比较法式艺术的感 然后这个就是超出我的预料 就它到手了之后有点像麻 但是又没有麻那么就是抖筋骨的感觉 就是比较绵比较贴服 然后它套到那个被套上面非常的亲肤 整体来说它这个纯棉的料子又很透实 又有质感然后又亲肤 如果你抽汗比较多 它就是比较吸汗的那种 铺起来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我后来又看这个牌子其他的那个产品 我觉得那个花色都不是我们家那个家居风格 但是这个牌子就是给我种草了 以后我肯定会一直关注这个牌子 我也标在下面 觉得现在基本就是这一套和那个RH的这个Basic款换着 然后和真思一起搭配着用 然后再说一个一套采雷的 其实这个是今年新入的 还是这种风格的花色 就是灰色淡雅风 但它这个整体呢就是没有很白了 是有点发绿色这个绿色调 是Vero Wong家的 就是他们家那个婚纱呀 然后一些就是餐具什么都挺漂亮的 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但是这个呢虽然也是棉 就是哗啦哗啦的 就是这种很滑很薄的 所以它铺在身上就是好像感觉很清凉 而且它很抛 就是有点structure又很薄 就是鼓在那里 不是很贴我的皮肤 所以这个我买到手机真的没有很喜欢 而且打折入的就是没有很贵 那因为是夏天那会买的 就是觉得睡着起码还挺凉快 挺透气的嘛 然后就留着了 但是后来入秋冬之后用了几次 就是凉凉的滑滑的滋啦滋啦的响 就是我越来越不喜欢 所以我就这个没有很推荐 这个其实也在Bloomingdale上面买的 再给大家推荐一系列 我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 就是Kevin Klein 就是这个牌子Kevin Klein 就是有点像拉绒抓绒 法兰绒的那种感觉 它是51%绵 49%墨带耳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弹力的 而且提起墨带耳 大家就知道内衣经常用 它是很亲肤的 而且关键就是我买了他们家很多 就是这种枕套吧 算是一个basic款 白色灰色 然后灰色的这种床粒 因为单独在美国买那种 单独的床粒加的品牌是很少的 它一般就是买一个sheeted set 包括两个枕套和一个flat sheet 就是一个床单 加一个fitted sheet 就是好多我其实平时都不怎么用 我就是基本就是一个床粒就搞定了 不再铺床单了 我也不喜欢把床单给折过来 然后那个被子不透 被套就是在那 就像酒店那种 我也不太习惯用 所以我在美国就是很少买那种sheet set 所以他们家是有单独的 就是一个一个床粒卖的 有那种queen size的 king size的 还有那种单人床 twin size的 特别的万用百搭 所以我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套 对 都是在用白色的灰色的 就是可以和其他的 你的花色的床品搭配 然后价格的话 经常没吸有七折六折 我也觉得挺划算的 所以这是我很推荐的 可以在美国买到的床品的 单独的那种小配件 那下一个品牌 是这边的曾经有一度很火的D2C的牌子 就是direct to customer marketing 直接到消费者手里 它不通过渠道像那种百货去销售 有它独立站 就是一个parachute降落伞牌子 我多次推荐过他们家浴巾 真的非常好用 但我买过他们家这个主打亚麻的背套 我想试一下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也是好看不好用 因为它那官网上就是很cozy那种照片 它品质也确实很好 就是那种纯亚麻的 但是就是大家穿过亚麻衬衫就知道 它很透气啊 很清凉 但它也是那种就是抖来抖去的 所以它和你的背心 它不是能够贴合 你晚上一拽的话 就是这个上面整个这一层背套就被你拽过来了 那背心还留在原地 就是它用起来特别的崩溃 所以就是这一套我真的是可能只洗过一水吧 就没有用过 也挺贵的 也就是300多一个背套 对 所以这个算是我踩雷 我就是觉得我以后可能不太会买那种纯亚麻的这种背套了 最后分享一下就是其他小朋友的床品 我不刚才说RH那个不太成功嘛 然后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NuNu这个牌子 以前就是童装分享 多次跟大家就说过他们的童装 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们有这个床品就买了一套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大家买了有四套吧 也是就跟他们那个暗黑的衣服的风格比较搭 就是很特别的 主要它这个料子真的非常好 它这种有机棉 然后很亲肤 小朋友特别喜欢 但有一个缺点 就是时间久了 它这个料子因为很软 很薄 很亲肤 就容易出洞 坏洞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除了难买 你只能在官网买到 以外 它这个花色是很有限的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单独做床品的这样一个牌子 所以它每年那个主题也不太一样 另外size也不太全 你买它那个成刃款 它都是那个小crib 就是小婴儿床里面的那个size 那我买的这个就算是一个twin size 配其美国这边的背心呢 其实背心是有点大的 就标准的背心 twin size的对它是有点大的 但是还是能用 主要是它这个肤感真的非常好 我也放一些图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黑色的 对 还有这个花色 这是去年的21年的这个新上的花色吧 还有一个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farm living 这个家居的牌子是瑞典的 maybe吧 我就觉得是北欧那边的设计师款 然后他们的缺点除了比较难买 你只能在卖那个北欧婴儿用品啊 小朋友用品的那种设计师网站上买 或者是官网上买 以外呢就是size啊 花色选择非常少 可能也就一共一两款吧 另外符合现在他们那个twin size床的呢 也比较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枕套呢 它给的你是一个这个sham 就是Europe sham方形的一个枕套 它这个背套在这里 但是不得不说它的这个棉 也是你一上手那个手感就不一样 这一套 还有这个nunu这一款 就是我非常推荐的小孩子的床品 好以上就是我在美国这边买床品 各个品牌啊到处探索啊 最后买过来的一个心得吧 希望分享给你们帮助大家购物 筛选自己喜欢的单品 今天拍完这视频我就可以收拾收拾 有些我不太喜欢 我可能就要年底了断舍离掉 然后也整理一下柜子也蛮开心的 所以今天视频呢做得很开心 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帮助到你们 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